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也分别在2006年2018年得到了新竹市玻璃工艺博物馆入围奖 那我们现在来认识陈宗翰老师 嗨 陈老师您好 是是 请问您好 谢谢 请问宗翰老师对于您的理念与实践 简能简碳爱地球 维收环保经济循环再利用 这样的实践以及全面来推动千家万户 回收玻璃再创造成为日常生活的用品 像我们使用的茶杯 茶器 灯灶 还有这个经由的项链 这样的用心真是令人感动和敬佩 那请问您在这个帮助地球 简能简碳您如何有什么让你起心动力 来产生这样的一个想法 OK 好 那个 谢谢我们主持人这个介绍 因为我们在做一个回收玻璃来讲的话 其实因为我们有考量到我们台湾来讲的话 其实有很多的一个支援市墙墙墙墙区乏 很多的一个原物料来讲的话 都是要依赖国外镜头的COVID才可以 所以我们很多的原物料来讲的话 我们很多用碗汁 就把它当作垃圾 去把它做一个处理 把它丢弃掉 我觉得在整个来讲的话 支援来讲的话 其实我觉得是相当的浪费 而且在我们政府单位的那个 环保署里面 它一直在期待的绿色产业发展 最主要一个目标 所以它尽量能够能够再推动 在整个那个回收资源 就是尽量把它有力之循环之进去去应用 就尽量把我们的汇气物 尽量去把它做个回收 因为它也在我们政府单位来讲的话 一直想要去把我们的一些回收物来讲的话 尽量把它能够打到 非常非常就是把它零汇气 然后一个目标的存在 所以我们在尤其在我们的环保署产业来讲的话 在这近11年里面来 我们在环保署里面 他们一直在推动在玻璃瓶的那个 在重点一个那个 资源回收的部分 所以我们很多 虽然我们也很多那个 回收玻璃瓶经过政府 或者我们民间业者 去把它推动去把它做回收 可是一般玻璃回收之后 它非常非常麻烦 第一个它要去分类分色的部分 再来就是他们回收回来之后 只能把它打碎点碎 运用在我们那个工程一个 那个什么布道砖 或者帮助建立沙格来做一个使用 其实在这样一个回收机制的部分来讲的话 它没办法去补卧大众 另外把它做一个永续循环 做一个发展 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 我是觉得可以再多加强一点 在整个推动来讲的话 我就是断的要去把它做一个回收的部分 所以在这边来讲的话 我是希望说能够尽量把我们的 回收的一个汇气物 尽量能够去把它减量 能够让很多的民众来收紧 这个是我在这方面最大一个动机的一个秘密 哇那这样我们就了解这个钟翰老师 这个起心动炼是最重要的是减少污染 不要有生态的伤害 这个高深的技术真的是让我们在生活化 在这个利用品上都很方便 那第二个呢我想请教 如何做到玻璃瓶回收创作 那如何推广 在制作过程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 谢谢 好谢谢 那个我们在今年来讲的话 我们特地回乡 回乡到我们自己的故乡 就是那个汽桑的那个汤厂 现在目前一个汽桑农串员区 目前我是进驻在那个9号仓库 现在来讲的话也是以那个什么 回收玻璃瓶的那个什么 那个教学的目的为主 我是希望透过我这个中心 由我这个点来做个推动 让更多民众来讲的话 来到我这个中心来讲 第一个人都去让他去做一个了解 每回收玻璃瓶的那个什么 他的应用一些一些范例一些样品的部分 这个也就是我这边来讲的话 就是会陆陆续续会开了相当多一些那个什么 一些的环保玻璃 周围这些课程的 来这边来培训我们很多种子 或者让民众来这边来做个体验 所以在这个中心的部分来讲的话 在我在推动的玻璃瓶来讲的话 回收来讲的话 是相当相当重要一个据点 所以我们在回收玻璃瓶来讲的话 其实我一直在倡导我的一个学院来讲 这边一直在跟他们在教教导 所以我的玻璃瓶来讲的话 最重要就是一个 它有一个实用性的存在 所以我很多的那个玻璃瓶来讲的话 我们那个切割好之后 我现在目前我所有的杯子来讲的话 都是利用玻璃瓶来做个创作的部分 甚至我在我的那个中心里面 教学中心里面内部很多花器或灯灶风铃 我们都是把它运用在我的那个 融入在教学过程当中 所以最主要也是让更多的民众 来这边来做个参考 而且我这边的所有的教学来讲的话 都可以让我的学院或者民众来做个录影 他们回去之后 他们可以再重复来做个学习 那再来就是我们一般民众来讲的话 来这边学习来讲的话 也最重要就是我们的操作一定要方便性 所以他们在操作来讲的话 第一个要觉得非常简单 而且他们的那个机器设备就很轻巧 所以他们只要学习过之后 他们在家里面就可以自己来做个操作 来练习 甚至他可以创作出他自己所要的一些商品的部分 所以在我们这两项来讲的话 是我在做一个倡导一个那个什么 合作固理台来讲的话 是相当重要这两点 所以我们在整个在 我在推动在这么长段时间来讲的话 这个安全性我是有相当相当大一个考量 所以我现在目前整个一个教学的课程来讲的话 再做一个体验 因为我年龄现在目前遇到最高的是84岁 所以我们从国小到年龄到90岁 我觉得说这个都可以完全来参与 只要他有按照我们现场的老师来做 来教学的规划来讲的话 即使他在做一个安全性 他操作一个安全性来讲的话 即使他都相当相当安全 而且他的制作一个成功距离相当相当高 所以我是希望能够透过我们的那个什么 教学系统来做个推广 因为最重要能够把我们的回收固理台 变身成为一个商业性的价值性 而且最主要能够去减轻我们的一个环保图单 所以在整个无论在我们的环保教育 或者艺术创作 或者我们的环境保护来讲的话 我觉得是有相当其他一个贡献的程度 谢谢 非常棒 就是因为大家都了解 陈老师就深入民间 从学校到社区到处在推广 所以有定点跟非定点 这样的一个教育推广是非常棒的 那请教陈老师您的愿景 愿望对于环保经济这部分 您的愿景是什么 因为我最主要我的愿景来讲的话 我是希望能够透过我 这回收玻璃屏的创作课程 因为我已经把它做一个系统化 而且我预计明年要开始要编写这本书 就是我们的玻璃屏的创作工具书 最主要能够让一般民众来讲的话 他们把玻璃屏回收资源 把它回收回来之后 能够赞加的把它做一个运用 我是希望能够把我这一件 一个动作来讲的话 能够唤起我们很多一般民众来讲的话 对我们的那个环保意识的一个注重的概念 而且我要培训加上多的一个种子教师 尤其在社区的部分 希望能够这些种子教师来讲的话 能够他回到他自己的社区 能够把它这个发展 就尽量他在社区来讲的话 就尽量把它减少我们很多一个资源 不必要一个大人会 而且我们甚至可以做出很大 很多的一些那个商品 所以我是在整个在推动来讲的话 这个是我最大一个愿意的部分 谢谢 是是非常好 看见陈老师的专业和用心 全力来推动地球环保工作 与进化工程 那期望观众呢 跟我们一起加入玻璃回收创作的行列 谢谢 让我们这个地球呢 也能够降温 减少污染 再次感谢陈老师的爱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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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